保姆的女儿放暑假来我家借助 我爸妈念在保姆的面子上 对他关爱有加 他慢慢融入了我家 勤快懂事嘴甜开朗 经常借我家司机送他去跟朋友聚会 我爸妈都欣然允许 直到有一天我早早下班 无意中听见他甜甜的跟我妈撒娇 阿姨 反正彬彬节也是丁克 以后没有孩子 干脆 宁愿我当干女儿 我和宁侄儿结婚 生的宝宝都是自家人 咱亲上家亲 但你想天伦之乐 秦姨这几天都有新事的样子 做家务也心不在焉 我妈担心他主动问情况 一问才知道原因 他女儿罗斯凡在我们市区里读大专 最近放暑假了 学校宿舍赶回家 他们是外地人 回老家的机票钱太贵 他女儿专科大三了 马上下个月又要在本市实习 这来来回回耽误钱 但要是在我们这儿租房子 一个月房租和开销 都能比得上他半个月工资了 家人们 视频点赞的涨高10厘米 评论的收20斤 一键三连的暴富暴美 点赞关注不迷路 每天更新不一样的文件文哦 证文开始 秦怡在我家当了十多年保姆 做事认真仔细 性格又温柔 给我爸妈省去了很多麻烦 我妈一听 看了眼楼上 楼上还有几间客房呢 秦怡连连说 这样怕是不好 给家里添麻烦 我妈笑了笑 没事 反正那几间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第二天 秦怡的女儿就拖着行李箱来了 我爸妈想着大学生放暑假 估计行李多 让司机开车去地铁站接她 一个小时后 院外传来交谈声 就看见我家司机 拖着两大件行李箱走在前面 身后一个少女两手空空 笑着和她聊天 秦怡连忙迎上去 扶着少女往客厅走 心疼不已 一直念叨着 外面声势太热了 东西还重吧 我家司机大汗淋漓地把行李放下 抹了一把汗 我这才开口 秦怡给张叔倒杯水吧 罗斯凡抬头 目光却掠过我 看像坐在一旁的我妈 她笑起来 嘴角有一对梨窝 恭恭敬敬地给我妈道谢 谢谢阿姨 给您添麻烦了 我妈也笑笑 打了个手势 冰冰 你和秦怡带斯凡去楼上 看她房间 我和秦怡上了二楼 罗斯凡跟在我们身后 秦怡给她女儿介绍 这间房是你冰冰姐的 旁边小一点的是 她的衣帽间 这间小的 是你冰冰姐养的小狗的房间 罗斯凡瞪大眼睛 狗都有房间 我抱着小狗 边梳毛 边半条思理地说 对 豆丁就跟我孩子一样 罗斯凡又好奇地问 那冰冰姐 你的小孩到时候住哪呢 秦怡抢在我开口前打断她 你冰冰姐不生小孩 怎么老爱打听别人的事 楼上除了我和豆丁的房间 还有三间空房 罗斯凡看了一眼 其中的房间 这间衣架上还有衣服 是有人住吗 这是我表弟的房间 他有些时候 大学放寒暑假 要来我家住 我指了这角落的单间 那边是秦怡才打扫出来的 换了新的床单被套 你住那间吧 罗斯凡看了一眼 叹口气伸出手臂 冰冰姐 我这几天过敏了 医生说要多晒太阳 那个房间有点阴冷 我怕过敏严重了 传染给你们 秦怡为难地看着我 又看了一眼罗斯凡 我问 那你想住哪个房间 他看了一眼这三间 指了指其中一间 不好意思地问 冰冰姐 那间可以吗 我看光线挺好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他想要住的房间 就在我表弟的房间隔壁 不知道秦怡怎么跟我妈说的 我妈还是让罗斯凡住了进去 他放暑假没事干 经常在家里帮秦怡做家务 我有些时候睡醒一觉 已经快中午了 下楼就能看见秦怡忙碌的背影 罗斯凡坐在沙发上 陪我妈看电视 冰冰姐 你要去叔叔阿姨的公司上班了吗 罗斯凡见我要出门 连忙帮我拿包 我低头穿鞋 不去 我自己开的间画室和咖啡店 我妈笑笑 我们家冰冰对开公司没兴趣 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学的艺术 回国后就喜欢摆弄一些咖啡甜点 罗斯凡遗憾的说 那真可惜啊 叔叔阿姨的产业没人接管了 我爸从院子外照顾完花草回来 一听这话也半开玩笑道 这么大的集团 除了董事会那几个人 咱家里后继无人咯 叔叔 我学的就是工商管理 还是懂一些管理公司的常识的 罗斯凡心智勃勃的说 这学期老师还教我们 学看财务报表这些 说不定我还可以帮叔叔 您分析行业动态 我爸笑呵呵的鼓励了他几句 不错不错 年轻人就是要多学习 然后转身去了书房练字 客厅里留下了我妈和秦仪 秦仪一听这话就叹气 说罗斯凡其实成绩很好 没想到高考失利 按照原本一模的分数 是可以冲一本线的 现在就只能去专科 我妈坐在沙发上喝红茶 安慰她 没事 到时候也可以专生本 考研嘛 考研和专生本也只能在国内卷 压力太大了 罗斯凡看我一眼 跟我妈撒娇 好羡慕冰冰姐呀 每天啥也不用干 就和朋友逛街吃饭 我都想出国留学了 我目光扫过 还在厨房忙碌的秦仪 出国留学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资金 语言 申请学校 我记得秦仪之前说过 你的学费还是助学贷吧 罗斯凡愣了愣 转而贴心的给我妈真的查 蛮不在乎道 是啊 但我只要毕业工作了 一两个月就能还上 主要是我不想我妈太辛苦了 秦仪之前老在家里念叨 罗斯凡有多懂事 学习成绩有多好 我爸妈也知道 秦仪一个人带罗斯凡不容易 又安慰了几句 顺着秦仪的话语 夸了夸罗斯凡孝顺 人们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谁要下午司机来接我回去 无意中闲聊我才听说 秦仪找我妈借了钱 说是想先预知 接下来几个月的工资 先把罗斯凡的学费给交了 她在我家干了十多年 一直没出过什么幺额子 我妈又觉得 反正合同还有半年才到期 借了钱也是她的工资 提前给也行 秦仪也不容易 司机叹气 自己没啥文化 却能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 读了大学 好在这个女儿也懂事 又开朗又孝顺 难怪她妈总听她的话 回去的时候 我拿了几个快递 最近购姐打折 给豆丁买了些罐头和冻干 抱着大包小包快递进屋的时候 家里空无一人 我蹲在地上拆快递 才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 罗斯凡和秦仪从二楼下来 我看了看四周 按照往常 只要听到我的脚步声 豆丁就会跑下来迎接我 冰冰姐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 罗斯凡瞧了一眼 语气听不出情绪 问道 这得花多少钱啊 你真把狗狗当儿子再养了 秦仪 豆丁呢 我头也不抬的拆着快递 他不懂事 斯凡说 把他给关阳台了 秦仪笑着说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中午我扫地的时候 他老是捣乱 这放在我们老家 就要挨顿打才懂事 狗这种贱骨头 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然就会爬你头上来 你们把他关了一下午的阳台 我提高声调怒吼着 一把推开他往楼上跑去 这个时候正值大暑 室外温度高达四十多度 果然 推开玻璃门 就看见豆丁趴在角落里 巴掌大的阴凉处 大口喘着气 浑身滚烫 我连忙把他抱进屋 往楼下卫生间跑 秦仪 给我打点温水 拿点冰块来 秦仪见状也慌了神 好 我去拿 我和秦仪忙得团团转 终于 豆丁稍微好些了 又恢复到了活蹦乱跳的程度 罗斯凡看着我们忙前忙后 不慌不忙的说 冰冰姐 你对这条狗生是太好了点 之前阿姨还跟我说啊 说你把这个狗狗当小祖宗一样 看得比叔叔阿姨还重要 狗毕竟是狗嘛 又不会说话 叔叔阿姨还说 以后家里没有小外孙好冷清啊 我把快递往地上一扔 发出巨大的声响 他被我的动作吓一跳 呆愣住 这狗我花了三万八 我不拿他当祖宗 我拿你当祖宗 我一步步走近他 冷冷一笑 我家亲戚都不敢插手我的私事 你以为你算老几 罗斯凡吓了一大跳 顿时眼眶就红了 秦一连忙哄他 哎呀 没事没事 你冰冰姐也是着急 他又来我面前当和事老 冰冰 斯凡不懂事 你也别和他斗气 我爸妈恰好从外面买完东西进来 见到这个场面忍不住问 怎么了 几个人站在客厅说什么呢 秦一连忙说 也没什么大事 斯凡把冰冰的狗量在外面 差点中了数 是吗 我妈看了一眼豆丁 正没问 严重吗 严重 我回来看到豆丁都在喘粗气 我话还没说完 罗斯凡又红了眼眶 手足无措 豆大的眼泪往下掉 阿姨 这狗真的很贵吗 我不知道这么贵 我是看我妈打扫卫生太辛苦了 这个狗狗一直捣乱 想教教他 他一说这话 秦一顿时做不住了 在我妈面前说的好话 我们斯凡也不知这狗这么贵 他也是心疼我 谁知道冰冰火气这么大 这母女俩一唱一和 一个哭哭啼啼 一个苦着脸道歉 好像我才是那个欺负他娘俩的恶人 秦一在我家也干了十多年 我妈被他俩这么求着 也有点烦了 以后家里的东西 没有允许就别乱碰了 她拉过罗斯凡 诞生说 给你冰冰姐道个歉 你也第一次来 不了解我们家的规矩很正常 这个局面 也算是我妈看在秦一的面子上 给了罗斯凡一个台阶下 罗斯凡愁出半天 才小声嘟囔一句 对不起 秦一连忙上前拉过我的手 又拉过罗斯凡的手 叠在一起 你冰冰姐脾气好呢 不会放在心上的 冰冰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俩好姐妹以后好好相处 我冷漠地抽出手 罗斯凡的手便尴尬地顿在空中 我妈抱着豆丁往沙发走去 反正明天我们要去避暑了 把豆丁带上 看会不会好一些 我们家之前在山里买了一个小别墅 每年最热的时候 都要去那避暑 冰冰 你这次去得了吗 我爸问 之前不说新店要开业什么的吗 我接过豆丁 揉了揉她的脑袋 估计去不了 店里人手不够 咖啡心店要开业了 和伙人出差了 整个店里竹里人就我一个 之前我们一家去小别墅避暑 也会把秦姨带着帮忙做做饭 线下留我一人在家里 我又刚和罗斯凡闹了矛盾 秦姨为难地说 要不还是把司凡带着 让冰冰一个人好好休息 我妈了解我的脾气 知道要是我单独和罗斯凡待在一起 估计也要闹起来 那带着吧 但是那边没单独的空房了 问我爸妈避暑的事 点开微信的朋友圈 发现秦姨没怎么更新 倒是我妈时不时在更新朋友圈 有坐在落地窗边看书的 也有在云雾缭绕的山顶眺望的 我还心里好笑 我爸的拍照水平见长啊 从我妈的墨镜中反映出的 却是一个年轻女生的影子 我这才发现 几乎每张照片下面 罗斯凡都有评论 之前罗斯凡加我微信 是为了让我能给她 传几张秦姨的生活照 我俩几乎从没说话 没想到再一次见到这个名字 是在我妈的朋友圈提论 罗斯凡真好看 是谁拍的这么好 当然是我啦 哈哈 阿姨太年轻了 这个皮肤我真的羡慕 呜 好看的 以后我就是专属摄影师了 就不让叔叔出马了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翻看着秦姨的朋友圈 聊聊无几的照片 甚至罗斯凡连点赞都没有 想了想 我还是给我妈发了微信 问她多久回 我妈倒是很快回复 下周吧 咋了冰冰 你也想来避暑了吗 是不是这几天城里太热了 我快速打字 也不是 就是暑假嘛 和宋说下几周要过来晚几天 看望一下你 和宋就是我的表弟 我妈最喜欢这个侄子 一听这话 我妈连忙说 好啊好啊 那我这周就回来 到时候把客房再收拾一下 把床单被套洗了换新的 我还以为我妈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几天后 家里就传来开门声 我妈回来了 哎 一回来果然感觉不一样 城里热死了 还是山里舒服 冰冰 你也带跟我们一起去的 这几天热不热 一日三餐 是不是又吃的外卖 之前你不是念叨 想吃新鲜的骏子吗 踩了一点 晚上让秦姨给你煲汤 我看向他们身后 好像少离的人 秦姨 你女儿没跟着一起回 秦姨忙着整理厨房 大包小包的野菜 没呢 回来路上她接到朋友电话 说是要聚会 我没放在心上 转身上了楼 然而很快 我就看到了罗斯凡的朋友圈 她在我家车里自拍 专门露出车标 被众人围醋着 穿着奢侈品成衣 戴着墨镜 笑颜如花 配文是 罗家小公主回来了 我这人没什么特别的爱好 就喜欢买衣服 有些时候穿一两次就厌倦了 全堆在衣柜里 几乎每一季度 我和我妈就要收拾几大袋衣服捐出去 清理下来的衣服 就有几件某奢侈品牌的连衣裙 我那段时间忙着跑装修现场 天天喜欢穿的短裤短袖 有些老款已经不怎么穿了 收拾下来的衣服 也一起拿给秦姨 这算不算是侵占 等到晚上 我站在二楼窗边 看见司机开车回来 从后座实施然走出一个人 罗斯凡和司机有说有笑的进了玄关 司机手上还另一堆礼物带 想必是罗斯凡朋友们送给他的礼物 妈 今晚做什么好吃的 罗斯凡踩着高跟鞋进了厨房 赞叹道 啊 顿机呀 好像我站在二楼注视着他 他已经不像刚来我家时候的样子了 刚来的时候穿着简单的T恤短裙 还带着羞涩的学生器 现在意气风发 穿的用的都是名牌 上回他说手机坏了 想论我家还有没有别人送的新手机 被我拒绝后 又软磨硬炮求着情仪 拿了两个月的工资 给他买了一款新手机 张叔 怎么和司凡一起回来的 我从二楼慢慢的走下楼 张叔一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没呢 回来的路上看见司凡了 打了他一程 罗斯凡很擅长左右逢源 嘴巴又甜 逃我爸妈欢心 在外人看来 还以为他已经打入了我家内部 和我们家关系颇好 张叔回来休息了一会儿 就匆匆去接我爸了 罗斯凡从厨房出来 一抬头就看见了我 不自然的拉了拉一群 有些尴尬的打招呼 冰冰姐 其实 除了之前他把我的狗关在阳台 其他时候他的小动作 根本没有影响到我 我每天也忙 懒得计较 秦怡 之前不是说让你把衣服捐出去吗 我笑着说 你早说司凡没有衣服穿 我这还有就衣服 一起打包给他 罗斯凡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 转头看向秦怡 皱了皱眉 妈 我这件衣服 你不是说是一买的吗 怎么是冰冰姐的呀 你看吧 是不是又忘记拿钱给冰冰姐了 秦怡愣 很快反应过来 在身上摸着手机 冰冰 不好意思啊 之前这个衣服 我看挺新的 就拿走了 这衣服多少钱啊 我看了一眼秦怡 又看了一眼罗斯凡 很显然 罗斯凡刚刚的辩解 只是他故意把矛盾 转移到他妈身上 从秦怡的反应来看 罗斯凡事先并没有和他商量过 想到这儿 我又觉得有些悲哀 罗斯凡是秦怡唯一的支柱 所以秦怡对他很是溺爱 算得上有求必应 但很显然 秦怡已经不能满足罗斯凡的胃口了 这件一万五 但我已经穿过几次了 就拿五千给我吧 如果放在往常 一件就衣服对我而言 根本不值一提 我也不限那五千块钱 只是看在秦怡照顾了我家 这么多年的份上 给他敲我警钟 罗斯凡笃定 我不会要秦怡的钱 却没想到 我真的开了口 母女俩一时愣住 秦怡掏出手机 磨磨蹭蹭半天 又问 这样吧 我先预之后几个月的 秦怡 你的工资已经预之过 给斯凡交学费了 我笑着说 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转我支付宝吧 晚上 当我路过一楼的时候 听见秦怡和罗斯凡 在争执着什么 妈 你就不能再和谢彬彬 他爸妈搞好关系 我马上就要实习了 你让他爸把我安排进公司 你看看 你来这几天花我多少钱了 这都是你妈半年的工资了 不花点钱 怎么融入他家 不买点好衣服 到时候去他家公司实习 都会被人瞧不起 之前我跟太太商量过 人家没接茶 估计是看不上我们 秦怡一看口气 罗斯凡压低声音 快速地说 妈 你在他家都干了十多年了 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而且我这个专业对口 又不是一想天开 只要叔叔能教我 我肯定比谢彬彬强啊 他学的艺术 一天到晚只小的画画 读的都是花钱 就能上了学校 我们就是插得没钱上面 到时候 我和阿姨关系搞好一点 拜个干爹干妈 以后就混出头了 你啊 就是农村出来的 没眼见 我听你的才是倒了没 我平静地听到二人争论 心下只觉得好笑 他们把我们家当冤大头 之前我还说提醒秦怡 现在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反正这几天 咖啡店的装修也弄完了 我又恢复到了无聊的日子 我突然有点想看看 这个大三的女生 想掀起什么风浪来 罗斯凡倒是没让我失望 很快 他就坐不住了 来我家住了半个月 下午在客厅休息的时候 我爸突然问 哎 斯凡啊 你这什么时候出去实习啊 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 没有接话 罗斯凡倒是一喜 连忙说 之前是找好了一家实习公司 但是后面没去 我妈文言 随口问 为什么不去 现在工作可不好找 是啊 但是那家公司经常加班 晚上七八点才下班 罗斯凡叹气 周末虽然双休吧 但HR说 如果有项目 就要在家办公写文件 无险一经这些 也是按照最低交的 罗斯凡越说越激动 最主要的是工资 一个月到手才四千 我妈一个月的工资 都比这个高 我爸笑了起来 那你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这正好说到罗斯凡的心坎上 他看了一眼我妈 乖巧做好 其实也不用太好的 就想找个朝九晚五 中国双休的 然后无险一经都给交的 不想做普通的文人类 想往商务管理类发展 以后往管理层发展 国企私企都可以 但是私企的话 我不想去小公司 不太稳定 外企这些福利待遇很好 我听同学说 欧美那边的企业就不错 我也是英介嘛 到手的话不敢要太多 到手的话五六千就可以了 我爸看了一眼我妈 语气听不出情绪 轻笑起来 你这做的工队还挺全的 罗斯凡也笑起来 热络的坐在我妈身边 是啊 其实叔叔您的公司就不错 就是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了 他话一说完 周遭倒是一片安静 我妈喝了一口茶 这才笑着缓缓开口 斯凡 我们前台倒是对学历要求 没那么高 只是你的身高可能不行 接待的话 我们要求一米七以上的 罗斯凡接下巴巴的问 那 那阿姨 你们还需要助理吗 我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 有一定经验的 我妈和我爸相识一笑 我们不要没有经验的英介生的 罗斯凡急了 阿姨 我可以学的 我学习能力挺快的 学习能力是一回事 经验又是另一回事 我妈语重心长的说 而且大学所学的知识 不过是纸上谈兵 用在工作上是根本不够的 你还年轻 先从基层锻炼吧 罗斯凡还想再说几句 只听玄关处传来门铃声 有人来了 姑妈 和颂的声音带着笑 没提前理名打招呼 我先来了 我爸妈连忙起身 去赢我这个表弟 和颂比我想好几岁 刚刚高三毕业 小时候就爱跟在我身后转悠 他在国内读寄宿高中 父母都在国外忙生意 有时候放寒暑假 就先来我家住几天 再飞去大洋彼岸找爸妈 你来怎么都不提前说 让张叔去接你吗 我妈和秦怡 给他拿着行李箱 和颂一抬头看到我 也抬嘴笑 姐好久不见 他目光后遗 看到罗斯凡 小妹问 姑妈 你家还有客人吗 不是 这是秦怡的女儿 读大学了 我妈在给她收拾行李 头也没抬 最近暑假找实习 来家里借住几天 和颂了然点头 她经常来我家 和秦怡也算熟悉 你好 罗斯凡落落大方的朝她伸出手 笑起来露出一堆酒窝 我叫罗斯凡 哦 你好 和颂随手和她窝了窝 和颂 家里有亲戚的孙女满月宴 我爸妈吃完喜回来赞不绝口 说那小孙女多乖多可爱 抓粥的时候 抓的居然是公章 以后肯定又是一个大老板 和颂一听这话笑起来 那跟姐姐不一样 姐姐小时候抓的是画笔 我爸身以为然 可不是吗 结果 现在连个招标书都不愿意看 你大伯那小孙女 胖嘟嘟的 一逗她就笑 我把豆丁抱到他俩面前 满不在乎的说 你们逗逗豆丁 他也会笑 我妈戳了戳我额头 那人能和狗比啊 你以后又不生孩子的 我和你爸是抱表孙子咯 他们把目光一到和颂身上 只有看和颂以后 有没有可能生个小侄孙 让你姑妈姑爹抱一抱 和颂腼挠挠挠挠挠 姑妈 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我爸哈哈大笑 你已经18岁了 算成年了 现在就可以谈了 秦姨正在厨房洗碗 罗斯凡不知去哪了 估计回房间收拾东西 我爸妈交代和颂 过几天你姑妈和姑爹要出差 你冰冰姐要去外地参加朋友婚礼 家里你有什么需要的 就跟秦姨和张叔说 和颂笑起来露出一对虎牙 我知道我都成年了 我爸妈又嘱咐了几句 等到吃完饭 正好遇到下楼的罗斯凡 见到爸妈 她笑了笑 叔叔阿姨 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找了个实习的工作 下周就搬出去 我妈语气放缓了些 好 第一次上班多学多问 细心点 罗斯凡连练乘势 秦姨又一直说 谢谢这些天 对他女儿的照顾 原本我以为 事情到这里就进入了尾声 谁料两天后的半夜 一通电话打过来 接通后 是和颂迎刃 又满带怒火的声音 姐 你回来一趟 我连夜开车回了家 灯火通明的客厅 和颂和罗斯凡坐在沙发上 罗斯凡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水 看来是才洗完澡 怎么了 我看了一眼和颂 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 冷得脸问一旁的罗斯凡 你来说 怎么回事 罗斯凡吞吞吐吐 冰冰姐 是 他抬头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和颂 像是鼓起勇气道 要不 还是你来说吧 和颂表情复杂的看了他一眼 这才缓缓开口 从他的叙述中了解到 高三毕业后 和颂和几个朋友聚餐 晚上喝了点酒 回家的时候空无一人 他原本想倒头就睡 谁料突然停电 有人敲响房门 是裹着浴巾的罗斯凡 他脑子晕乎乎的 对方怕得直直攥着他衣服 他安抚的搂了搂对方 好在很快清醒 然而罗斯凡却不依不饶 冰冰姐 当时我有点太害怕了 洗澡洗澡一半突然停电 罗斯凡姐姐巴巴的说 我妈也不在家 家里 我突然扬起手 狠狠一个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清脆的巴掌声 在房间里显得尤为刺耳 和颂见状 拉住我 低声 姐 我也有错 你闭嘴 我冷笑着看向罗斯凡 这就是你一直想干的事吧 之前你在家里干的那些破事 我懒得跟你计较 但是 和颂他才刚刚高中毕业 他才刚刚成年 怎么 这么快就忍不住了 想当有钱人家的太太了 还有 这里是我家 不是你家 你什么身份 还好意思说家里 秦一正好从外面回来 看到我打了罗斯凡一巴掌 急得冲上来 冰冰 你怎么打人啊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甩开他的手 我教训一个没脸没皮的人怎么了 天天住我家 吃我的穿我的 现在还想用下贱的办法勾引我地 秦一愣 片刻才站红脸说 你说谁呢 追我们思凡的人有大把 你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 明明是你表弟 占了我们思凡的便宜 罗斯凡也帮腔 就是啊 这件事明明就是你弟做的不对 谁会拿自己清白开玩笑 要说起来 还是我受了委屈 凭什么让我来认错 要是我去报警 就说你弟猥亵 我看阿姨和警察站在哪边 他们笃定我爸妈在外地出差 一时半会回不来 还想拖延时间 又把希望寄托于我妈的善心上 谁料 一个小时后 大门外传来开门声 我妈回来了 接到表弟的电话 我妈一刻也没犹豫 到了家后 秦姨和罗斯凡 争先恐后的控诉和颂和我的行为 我妈看了和颂一眼 对秦姨和罗斯凡说 你俩过来一下 和颂坐在沙发上 还有些被吓懵了 她从小就被扔去寄宿学校 爸妈常年在国外 没人叫过她这些 忍不住说 我真的啥也没干 她自己敲我门 说停电了一个人洗澡很害怕 伸手不见五指的 我根本没发现 她只裹了一件浴巾 还往我怀里钻 我本来想安慰一下 摸着怎么是滑溜溜的皮肤 吓死我了 我问 那你干啥了 和颂老老实实的说 我吓到了 推了她一把 好像把她头撞了 我起身往书房走去 正好听到秦姨在说话 虽说是在商量 语气却带着一丝试探 其实我们也不要什么 斯凡也喜欢您 当时避暑的时候 您也夸斯凡董事 兵兵以后不生小孩的 我们斯凡的小孩 可以拿给卸家 紧接着 是罗斯凡的声音 阿姨 你们以后抱的孙子 也是自家的呀 我妈亲了亲嗓子 轻笑起来 秦姨 你也在我们家干了十多年 这样 我也不为难你 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 收拾好东西 给我滚出去 秦姨和罗斯凡 大半夜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出了院门 司机张叔跟没看见似的 进了院里 从宽大的落地窗内 我看见他们拎的东西 一路走一路骂骂咧咧 很快 别墅区的保安带着几人 把他们往外赶 这是结束吗 并不是 我妈辞退了秦姨 对方还舔着脸 说不给钱就不走人 合同上约定了期限 他们一定要赔偿金 我妈找到家政中心的负责人 要求对方把秦姨 罗列在黑名单里 又在好友圈里扩散 这时秦姨才慌了 她这个年纪 还想继续当有钱人家的保姆 是绝对不可能了 当保姆可比在餐馆里 当服务员拿的油水多多了 拿惯了高的工资 让她回到镇上 这巨大的落差她 怎么能习惯 于是 又给我爸妈 打了无数个电话求情认错 甚至来我家公司楼下 读我爸妈 最后因为寻衅滋事 被抓去派出所 待了几天才作罢 而至于罗斯凡 一个在校大学生 要想让他吃到苦头 可太容易了 我表弟爸妈文言此事 立马找人联系到 罗斯凡的学校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表弟虽然单纯 但并不傻 罗斯凡和我们聊天的片段 全被他拿手机录了音 最终 学校给予罗斯凡退学处理 读了三年的大学 最后却仅仅有一张 高中的毕业证 这对于心高气傲的 罗斯凡来说 无异于是巨大的打击 他想到了自媒体这条出路 想用舆论的力量 替自己沉渊招雪 然而 他却忘了 我除了是几家咖啡店的老板 同时也是网上有名的博主 我学美术这么多年 早已在网上积攒了 大批的粉丝 一时 罗斯凡想利用网报 来达到目的 却被反噬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我妈对她说的话 罗斯凡有些不是自己的东西 就别惦记 我们家讲究一个门当户对 不是随随便便 一个大专文凭的乡下丫头 就想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 至于你以后肚子里的孩子 你觉得我们会稀罕吗 有钱人家的夫妇 怎么会看不懂 前妻秦怡母女俩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睁之眼闭之眼 当个笑话看看罢了 有给秦怡面子 所以不多计较 却没想到秦怡这么溺爱她的女儿 她以为是我们毁了她的女儿 却没想到是自己一错再错 没有教罗斯凡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自是后果无非于此 下午喝着茶话话 收到了和颂发来的消息 姐 我要出国了 到时候给你买包啊 我笑着说 好 你多注意安全 和颂压低声音 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要谈恋爱了 是谁 我好奇问 看看照片呗 我高中同学 和颂的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开心 之前我们去看的话剧 你还记得吧 他是主演 我们计划去同一个城市读书 他弹钢琴可好听了 等会给你听听 现在恋爱中的少年 就是这么恋爱闹 豆丁听到我的笑声 扑在我腿上摇着尾巴 阳光丰盛又明艳 不远处避空如洗 又是暖洋洋了一天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点赞投币 关注支持一下吧 每天更新好看的全文给你哦